随着各支球队的运作,许多球员都已经尘埃落定了,包括现在还在留言中的安东尼,知悉老鹰队会裁掉他,然后他将底线加盲火箭队,如果这比交易真的成型的话,那老鹰就有些让人看不懂了。 难道费了这么大周章就只是为了给火箭送温暖吗?于是很多球迷对老鹰管理层贴上了愚蠢的标签,不过过任俊则认为老鹰这么做也不无不妥,很显然球队已经进入重建。 再说了,要数愚蠢的话比老鹰操作更愚蠢的球队可比比皆是呢? 说到愚蠢,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,会是自处送温暖的雷霆队。 当年他们因为几百美金,把哈登送到了火箭,一下子打破了球队原本的体系,而哈登则在火箭打出了MVP表现。 并且在本赛季结束后,如愿拿到了MVP,说真的,现在看来雷霆当年很可能因为这区区几百万而错过了一个王朝。 此外去年休赛期,雷霆未得到乔治送出到拉迪波,也在步行走打出了善家表现,甚至比乔治的发挥更加出色。 种种操作都让雷霆的管理层成为了愚蠢的代言,那么还要比雷霆更愚蠢的管理层吗? 答案是肯定的,比如过人军接下来要说的这支球队,那就是布鲁克林、蓝王队,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想到过人军要说的是哪一次操作了吧? 没错,就是当年他们又打把选秀全,从凯尔特人得到选民二老的那一次。 如果有人忘记了的话,那过人军就帮大家捡,来回顾一下吧。 2013年夏天,才大起初的蓝王俄罗斯老板,想要通过堆砌球星,来打造NBA的银河战舰。 毕竟他的俄罗斯同胞阿部就是用这样的方法,打造出了切尔西那样的好门。 说实话,这样的舰队思路是没有问题了,但问题是应该堆砌什么样的巨星呢? 安吉是一个常年在NBA打劫的主教练,当他了解到蓝王的需求之后,就果断向俄罗斯人推荐自己队里的学名二老,加内特和皮尔斯。 不要你德罗,也不要你洛佩斯,就给我几个选秀权就可以了。 这笔交易都划算呀,俄罗斯老板脑袋一热,就答应了这笔交易,于是倒把的选秀权送到了安吉的手上。 这笔交易怎么说呢? 如果是早两年的话,哪怕是一年也没有什么问题,不要小看这区区的一年。 对于已经37岁的加内特来说,每过去一天都代表着他的状态,将会大量流失一天。 很多人会说,如果当年蓝王真的夺冠了,那这笔交易就是神操作。 但是货人军觉得不然,得到加内特的时候,蓝王已经37岁了,皮尔斯也已经不再年轻,而蓝王又失去了未来几年的选秀权。 拿青春赌明天真的滑的蓝王,也就是说,即便那一年蓝王夺冠了,这几年的总境,他们也是逼不开的。 反之,在甩掉加内特和皮尔斯这两个大包袱之后,凯尔特仍快速完成重建,甚至一手常规在东部冠军。 一手杖袖,两手抓两手都很硬的,操作让人们惊呼。 这几年的蓝王到底有多窘迫,他们彻底沦为了鱼南中的鱼南。 比鱼南更可怕的是,他们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任何希望。 不过好消息是,之前欠下的一屁股债,应该也排得七七八八了,相信过不了多久蓝王会得到喘息的,增加大胜。 簽署